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带大家来这个菜市主持看一下 菜市主持方位左东南向西北 广三路 中路三间四近 此前三山向外正门上边额西湖主持 后边额济阳世家 为菜月川提携 主体建筑面积520平方米 洗砖墓石混合结构 菜月川 家境26年 公元1547年 兵卫科进市 守福建龙溪支县 江西建昌府通盘 德政惠民 联名显著 菜市主持由于历史原因 磁内装饰的墓石雕刻工艺和悬挂的牌匾 均受人为破坏 现悬挂的鞭子 系2006年初 修善市由三十二十一孙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市提携 同于震菜市各村创债族 有二支系 蔡砖世系与蔡湘世系 蔡砖世系分创 凤田村与玉郊村 蔡湘系以孙采穹摇于宋德护二年 公元1276年 由淳安入朝 创神山仔 金童与吉兴村 在分眼蔡错厅等处 两处分别为中国早年影剧借文明人蔡楚生 以及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史之故乡 吉兴村又名神仙仔 地处炼江支流北港运河观田出水溪交汇处 故实系中有小秋 水掌不烟 景观喜秀 故称神仙礼 该村地灵人杰 人才辈出 有中国电影的先驱者 蔡楚生先生 其部居县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蔡错厅在门外 有炼江经过与远处比较山相对峙 远山近水 咸山吞江 江山入化 是炼江衣秀 蔡错厅村在地里上 是一块宁青山之秀 举绿水之灵的风水宝地 人杰地灵 历代以孙仁采备出 三英济世 明代有蔡月川 浩亨家 嘉景丁卫科进士 寿江西建昌府通盘 清代有蔡薇坦 同志元年仁需恩科亲赐富榜 中公元 蔡万德 咸丰年间任潮州府中军首府 民国有蔡文摩 浩军列 参加辛亥革命 民国十六年任福建赵安县县长 是霞山六都中学创办人之一 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政协副主席蔡东市 时任汕头市市长蔡宗泽 民国十六都中学创办人之一 做购术藏 对于清代 gold